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莉 这个松花已经晒了几天了 今天来抖一下这个花粉 看下面黄黄的 都是松花粉都已经掉下来了 这个还有很多花粉可以抖出来的 这花粉抖了后满天飞 本来想一点一点抖了 发现这样太烂了 还是这样粗暴一点的方式吧 看这样花粉掉的更快一点 这还少多花粉会搓出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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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花粉还是蛮多的 这样再来过筛 这些还可以拿去晒 晒之后还会有新的发粉掉下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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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花粉特别的细 很容易飘出来 第一次抖了这么多花粉 还是不错了 还是挺干净的 有一点点杂质 等一下再过一下筛就可以了 这里撑了一下 大概有6两的细花粉 今天就奢侈一下 全部拿来泡这个酒 这个白酒也是我之前自己烧的白酒 我要都倒进去 没关系还有吗 都倒进去 其中没有细花粉了 妈妈上包粉没有多 全部复在上面了 来搅拌一下 它会变成黄色吗妈妈 我们到时候看一看 这酒会变成什么颜色好不好 我知道会变成黄色 我也是 我还不舍得我全部用完了 给你们留一点 老师给你们做吃的 留什么一点 很小很小的东西掉 我还不舍得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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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来越牛 越舍得我 据说这个松花酒有去风湿 通经脉的作用的 比较养生的 下一层保鲜膜 咱现在加了松花粉之后 刚好满了 这个每天都摇一下 大概一个月就可以喝了 下面都变成绿色了 对 这里差不多用了 三斤多的白酒 250克的松花粉 我也是第一次做的松花酒 特别期待 之后会什么样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